大家好,朋友们 这个王志安呀,九个小时前他发了一个帖子啊 我看了之后还挺有感触的啊 王志安好像是68年的吧 68年11月左右的生人啊 比我大点也没大太多啊 他是60后比较偏厚了 这个60后的基本上算尾巴了啊 我是70后 但是我是70后比较靠前的啊 所以跟他也没差几岁 所以他这个文章刚才我看了看 我还真感动了 我都流眼泪了啊 是吧 就北京人有句话叫眼窝子浅 你看我这有本书 60年代生人成长史 王沛人著啊 是吧 这还有郭德纲的书啊 等等等等 就是说 虽然我很讨厌王志安 说实话啊 就是说他的很多观点 让我觉得挺恶心的啊 但是刚才看了这篇文章之后 我还是觉得 有点感动 我的眼泪流下来了啊 所以我给大家念念他的文章啊 其实他的文章所表现的 也不仅仅是他们这个家族 他的爷爷 他的父亲 他的母亲啊 这个也有中国近现代 是吧 这个百八十年 很多的东西都在里边 这个杂揉着 都掺和着啊 都体现着啊 是这样的啊 我给大家念念啊 王志安啊 这篇文章说 没有节目的日子 啊 他这个听说他前天吧 说是摔了一个嘴啃泥 说骑自行车出去被摔了啊 类似的经历我也有 是我上小学 有一天晚上我妈牙疼啊 那会牙疼也就到我们那的药店 现在叫永安堂 就在安定门外大街马路西啊 就是那会我们就叫药店啊 那时候都是国营的 晚上我妈牙疼让我去给她买药 结果我这个骑自行车天黑啊 加上我一戴手套一松把 光当啊 呱唧哭叉 就把我从自行车上摔下了 所以我这个有一颗门牙就有裂纹啊 如果大家要仔细看 是吧 我有那个有一颗门牙上就有裂纹啊 而且那颗牙 呃别的牙都算是白 那颗牙就有点发黄啊 就属于受点伤啊 所以能理解他有些东西啊 他说我发一篇我写的纪念父亲的旧文 一转眼我父亲已经离开五年了啊 他父亲离开五年了 我父亲离开九年多了 到明年的 2023年的五月 我爸就正好走十年了 是吧 然后他说他说我母亲也离开了两年啊 我母亲倒是还健在 我母亲马上就八十九周岁了 就笨九十岁了啊 他说这几天我会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 啊 他先纪念他父亲 再纪念他母亲啊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我的父亲 父亲的祖上是木匠 啊 是木匠 到我爷爷这一辈 至少已经传了四代啊 等于是他爷爷 然后他太爷 他祖爷 然后再往上 我还不知道怎么说了啊 反正中国人现在没有家谱了 破四旧的时候家谱都烧了啊 毛泽东搞破四旧 红卫兵文革是吧 这个毛泽东为首的这批人 让中国人 你甭管这传统文化 这些传承 这些家族 这些东西 包括祠堂啊 家谱啊 甭管他有没有消极的东西 他是一种纽带啊 把这些东西都给毁了啊 以毛泽东为首的CCP啊 啊 对他们家有木匠 我老舅是木匠啊 我爷爷啊 我老爷 我老爷生了四个闺女 俩儿子 我妈是最小的 然后我那个老舅 就是舅舅里边比较小 那个就是木匠啊 也在北京开过木材厂 后来要到内蒙古包头 啊 什么乌拉特前期 乌拉特中期那边 后来1971年 还是1969年 那会儿搞三线 是吧 跟苏联搞崩了 这都是毛泽东 犯神经病啊 折腾老百姓 把工厂 都由大城市 由交通干线 由繁华的地儿 由方便的地儿 都弄到深山沟里 吓坏了 怕人家打他呀 然后他就犯神经病啊 就是怂 就是惊弓之鸟啊 然后那会儿 我舅舅就去了湖北实验 就是那个第二汽车制造厂 啊 他是实验 但是他不是二汽 他是二汽 跟他们有关系的建筑公司啊 那个年代都是国营企业啊 我的老舅 我老舅还健在 今年已经九十一周岁了 九十一周岁了啊 九十周岁了啊 就是虚一岁就九十一了啊 后来就回我们河北老家了啊 原来在湖北 然后就算夜落归根 回河北白洋店了啊 然后接着咱们聊王志安 接着聊王志安 我昨天聊那个 有一哥们聊俄乌战争啊 聊这个俄罗斯的丑恶的 野蛮的历史啊 结果我说的比人家说的还多 有点太磨叽 太叙道了啊 锦上添花添的太多了 最后就变成以我为主了啊 就主次不分了 我有这毛病啊 这没辙 岁数大了 太叙道啊 然后说我爷爷年轻的时候 和我太爷爷 一起离开吉林九台 去加姆斯闯荡 哎 他说这些地名 我都知道啊 那他老家 就算吉林九台 那如果王志安 要是汉族人的话 其实他还是闯关东的 是吧 闯关东的 那么可能是山东人 也有可能河北人 这两个省的可能性最大 是吧 山东人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 河北人差不多百分之二三十 还有少量的山西人啊 我知道一哥们原来在辽宁 他们家祖辈 后来共产党来了 要这个土改 要分他们家土地 甚至命都没了 连夜啊 从山西到了辽宁成地主 连夜又往北逃 逃到更没有人烟的地方 最后落脚 落脚 落在了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阿荣奇 啊 他们家的故事我都知道 然后他娶了北京之清 北京之清的祖辈又是重庆啊 这么一个情况啊 吉林九台 我还真认识不少的人 那个吉林九台 那个我们家有一个亲属啊 跟我关系很近很近的亲属 原来的一个老板啊 就是吉林九台 是做房地产中介的时候啊 房地产中介 前几年火的时候 生意好的时候 房地产好的时候 也有二十多家门店啊 分布在北京好多小区的这个周围啊 后来就变成八九个十来个 最后关张了啊 现在在北京能挺得住的 就三大家 炼家 我爱我家 和卖田 但是这三家这几年都不挣钱 就靠着之前挣的钱 规模大跟那硬挺着呢啊 哎 还有九台 对 有一年我住回龙冠 2012 711 至2014的424 我住在回龙冠 啊 同一个小区啊 那哥们也是吉林九台的 有一辆奥迪 然后我开车的时候 在停车位 我往外开的时候 不小心把他碰了 然后给他修车去了啊 那哥们挺好 那哥们的名字叫王震 王震啊 跟国家主席 那个杀了很多人的王震 王胡子一个名啊 然后我刚才说 那个我们家的亲属 给那个也是吉林九台人打工啊 那个老板也姓王啊 房地产中介的老板 然后还有那个 大家不是看过那个电视剧 前几年特别火的那个 孙宏雷姚晨 那个谍战片啊 这表面上是军统局的特务 实际上被共产党策反了 左蓝 是吧 翠平啊 那个余泽成 潜伏 里边演那个 我非常喜欢的啊 忠贞于党国的 那个李牙 李队长 那个演员叫祖风 祖国的祖 山峰的峰 祖峰啊 祖峰是南京人 祖峰 那个他老婆叫刘天池 他老婆是中央戏剧学院的 也是我的客户 东棉花胡同啊 是这个刘天池的老公啊 这个 这个刘天池就是吉林九台人啊 然后我认识谁呢 我认识刘天池的老了老爷 李老师 是吉林九台的政协委员 最早是吉林九台某一个中学的地理老师啊 这老头我不知道现在还活着没有了 活着的话 九十岁可能都有了 然后前几年认识在昌平 小汤山北京太阳城 一个以老年人为主的社区里啊 我妈妈和我二姐在那小区住过 然后认识这老头 这老头特别喜欢我啊 他那会儿这个地理特别好 我也喜欢地理嘛 比较比较痴迷于地理 所以我们俩特聊得来啊 不知道老头还在不在了 然后啊 他们去加姆斯了 加姆斯我只去过一次啊 加姆斯听说治安不好 大概十二年前 十一二年前 我跟我儿子到加姆斯玩了一圈 在那住了一宿 然后从那坐长途车 去的黑瞎子岛 扶远啊 那会儿刚刚俄罗斯归还了中国 大概45%左右的黑瞎子岛 是吧 1929年中东路事件 张学良想收回中东铁路 以及俄国苏俄苏联的其他特权 后来啊 被人家给打了 黑瞎子岛 后来归人家了 现在还就还了中国少一半啊 哎 然后啊 这个在那儿 我爷爷娶了我的奶奶 生了我的父亲 哎 维满洲国成立后 啊 你看这王志安政治上很正确啊 人家现在很多人都说的是 满洲国 哎对了 我又给他挑错了 唯满洲国的州啊 他缺一个三点水 是吧 这王志安上学的时候一看就 地理历史不怎么学的好 听说他是北京大学的历史系的研究生毕业啊 但是这错别字不应该啊 因为这个三点水的州和这个不带三点水的州这个有严格的区分是吧 你比如说亚洲满洲国满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还有长江里边有一些沙洲是吧 那个是州和岛 哎 这又有区别是吧 你像中国叫州的地名太多了 蓝洲是吧 宿州 甘州 所以加一块不叫甘宿吗 是吧 郑州啊 衍州 青州 哎 是吧 滕州 来州啊 是吧 济州 对不对 哎 这个扬州啊 哈哈 是吧 温州 杭州 福州 广州 惠州 哎 多了去了 我能背出五十个六十个来啊 好 说有一段经济繁荣期 经济繁荣期 首亿人出身的爷爷很吃得开 但后来爷爷揽了一个伪工程 伪政府的工程啊 满洲国政府的工程 工程结束后 伪政府拒不付款 现在不是有好多这种事吗 满洲国的时候有 现在也有啊 他说满洲国成立后 有一段经济繁荣期 这我知道 是日本在这大量的投资 但后来日本在太平洋上啊 不断的发动侵略战争 偷袭珍珠港 以及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中国内地的侵略 等等之后 啊 然后满洲国的物资 大量的被无偿的 被日本人拿走了 满洲国后来就不行了 所以实际上有人说满洲国 特别好 那会儿特别好 亚洲第一 有一段时间 昙花一现 你再有钱 你打仗 对吧 而且你是殖民地 对不对 你的主子 你的宗主国是日本 日本想拿你的东西 不给你钱 你敢放个屁吗 你敢资毛吗 你敢坑一声吗 对吧 你绝对不敢 你连皱个眉头都不敢 对不对 哎 那么啊 原本家境还算殷实的爷爷 一下子挤进破产 一口闷气憋在心里 大病一场 中国人都怂啊 都是闷气啊 生闷气啊 忍气吞声啊 到现在中国人也不这样吗 到现在中国人还这样 中国人就是怂 是吧 祸不单行 我奶奶啊 她的亲奶奶啊 在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 遭遇难产 不幸去世 对 那个年代 就是妇女生孩子 死的确实不少啊 那就是说 她爸爸 他们是亲哥仨 她爸应该是老大啊 那一年 我父亲只有八九岁 贫病交加的生活重担 一下子压到了年幼的父亲身上 她自己做了一个牌篮 我知道了 卖烟的 就是那个 什么那个 那个老电影 野火春风 豆谷城 啊 还有什么 那个 什么什么 五月淮花香 张铁林 王刚 张国立 啊 什么那个 还有那女的叫什么 那着 演那个 五月淮花香 演那个张铁林 演的那个什么 范五爷他妹妹 那不就卖烟的吗 是吧 啊 跨到肩上上街 卖起了烟卷 父亲一辈子不吸烟 但多年后的他 依然对哈德门之类的香烟品牌 耳熟能详啊 明白了 老百姓啊 就跟中国的农民似的 是吧 这个家里养了鸡 都不舍得吃一个 有的时候啊 不是所有的时候 毛时代 是吧 就是这德行啊 你看中国人到处逃命 你看我写这个 不是我写的啊 我这书拼着 在俄罗斯和东欧的新华侨 什么叫拼着呀 就是逃命 中国人到处在逃命 是吧 我这乎是吧 感谢观看